聖經詩篇第二篇 外邦為什麽爭鬧?萬民為什麽謀算虛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神宰一同商議 要敵黨耶和華並他的受高者,說 我們要增開他們的群綁,脫去他們的成熟 那再在天上要必發笑,主必癡笑他們 那時,他要在路中宅備他們,在烈路中驚嚇他們 說,我已經立我的君,在石安我的聖山上了 受高者說,我要傳聖子,要華曾對我說 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 將地極賜你為田產 你必用鐵杖打破他們 你必將他們如同搖帳的雅器率碎 現在你們君王應當醒悟 你們世上的審判官該受管教 當傳威懼是鳳野和華 又當傳戰經而快樂 當以嘴親子恐怕他發怒 你們便在道中滅亡 因為他的怒氣快要發作 煩頭靠他的,都時有福的 經文獨得,願上帝恥福他的話語 今天 seeds pregnancy 有福音每次來 都是我阿娜 由阿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